Hello 大家好 又是Hey Channel的Ryden 今天想和大家測試一件事 大家有沒有看過電視的廣告 說飲得到的小食 究竟小食怎樣飲得到呢 Ryden 我親身去七仔 買的回來給大家 看看是甚麼 好 先看看 飲得到的小食 我只能找到兩隻 但看廣告好像有三隻味 對了 這就是飲得到的小食 香蕉班戟味 還有小麥的餅乾味 待會為大家喝一喝這兩個飲品 是甚麼質感、味道、好不好味 飽吐能力有多少呢 還會浮飾究竟裏面是甚麼 先和大家浮飾一下這個產品的包裝 鏡頭左手邊這個就是小麥餅乾味 右手邊這個就是香蕉班戟 看圖都知道 黃色和橙色 好 背面其實是有送一支綠色的飲桶 這裏寫著 飲得到的小食 所以你會見到 這條飲館 比傳統的紙包飲品的飲館 較為粗 有甚麼好處呢 它就說 盒面有四個icon 最上面那個就寫著 你喝了這一盒 就等於吃了一隻雞蛋 那麼多的蛋白質 第二樣就是 沒有反式脂肪 和沒有膽固醇 第三個icon就是 它是沒有乳糖 第四樣就是 你喝了它就會健康 首先試一下 朱古力班戟味 好 現在拆了 盒面 接著就拆進去 這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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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飲館洞也比較粗 對了 我們喝之前熬一熬 因為都不知道它是固體 還是液體 還是半固體 還是半液體 好 差不多了 好了 刺進去 刺入 好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香蕉 的番茄味 好強烈的香蕉味 都是好強的香蕉味 番茄味少些 好似喝麥蒸 和喝奶 沒什麼渣的 應該會很好吃的 OK 對了 接著我們就試試另一種 這個是 小麥餅乾味 不過很甜 好餅乾吧 喝吧 香口的 這個真的有餅乾味 有些朱古力百力汁的感覺 有少許咖啡味 都是偏甜 喜歡甜 喜歡甜的朋友 我覺得挺幫到的 其實 都好像麥蒸 那種感覺 OK 為了看得清楚一點 我為大家準備了一種 透明的玻璃杯 待會兒剪開它 倒下去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看看 是甚麼顏色 我就試試剪開它 這個動作很危險 先剪開它 剪開它 好了 倒下去 倒下去 嘩 看到嗎 是甚麼吃的 這個是 朱古力班戟 倒下去了 倒出來的形狀 那個固體的程度 你就可以看到了 整杯都是有少少奶白色 有點像班戟的顏色 有點像椒的顏色 OK 乾乾燕麥味 嘗嘗 小心翼翼地 撕一撕 好怕 撕出來 好怕 對於做這些 這樣的工作 在家的小朋友 就不要亂來 要留給大人 一起做這個工作 好 我們倒出來了 出發 嘩 好激 嘩 激一點 這杯 焰麵餅乾味 是比剛才的香椒班戟味 是比較濃的 好 倒完了 這個焰麥餅乾味 這杯就是焰麥餅乾味 這杯是焰麥餅乾味 這杯跟剛才的香椒班戟味 好像沒甚麼分別 泡在一起兩杯,其實顏色都差不多 只是香蕉班戟味的那杯是有點啡 反而染蜜餅乾我以為會深色一點,原來是奶色一點 顏色是好像奶的顏色 喝的程度是有點出入的 喝下去就不是很濃,倒出來也很濃 同樣顏色也有些出入 喝的時候,例如香蕉班戟味,我以為是黃色 倒出來其實都是奶奶的 而染蜜餅乾,我以為是深啡色 會好像是麥精的顏色,但又不是 兩杯的感覺其實都是偏甜 而且是會飽吐的 喝了一點都有點濃的感覺 因為我未吃晚飯的 那應該就好像廣告這樣說 是會飽吐的小食,還有是喝得到的 雖然是稠了一點 那如果覺得我拍的影片是有趣 和可以帶到給你們的資訊的話 那歡迎大家都去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乾杯! 如果我拍的影片請不要女生 跟陰暗的影片一起遇見 我可以拍的影片 我跟大家拍的影片 有些影片的影片 愛車你則是很隨機 你很潛大